大家好 欢迎回来《魔龙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看到一宗新闻关于上海老三洋 这间相当传统不传统的老店宣布要结业 原因是否因为来自内地的竞争太激烈 觉得看下来很难做下去 所以就选择结业呢? 会不会呢? 上年大习蟹的旺季的时候 我看到真的没办法 很多人都去了内地买大习蟹 甚至乎吃完才回来 买回再吃也有 甚至乎有出很多不同的大习蟹的产品 什么大习蟹 什么蟹黄醬 或者其他不同的东西 有工具有些剪刀 又有很多不同的配套 总之你去内地吃到你不吃 或者质量又比香港便宜很多 老三洋当然不仅仅大习蟹 还有其他那些 上海 还有其他金华火腿 还有其他醬料 酒酿丸子的时候也要去帮衡一下 总之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东西 都可以买得到 突然间香港地 大家帮衡开老三洋那些 现在收到消息说他们要结业 不做了 因为他们的第二代掌陀人 他们都说很辛苦 做了很多年 都没有什么自己的生活 自己身边的朋友 同学 由大学毕业 做到他们自己想做的事 他都没有怎么过过自己的人生 这四十多年来 都说想静静地退休 过回自己的生活 虽然那个样子还保持得很好 但是年纪都不小 这消息一出 还说大家就趕快 老顾客就去买几十支醋 没有了一间 收一间就少一间 哪里可以找到这么多这些老字号 我就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 会不会是因为 经历过去年 大习蟹那一季 哇 全港的大习蟹的销情 真是非常惨淡 内地的销情 极度火热 因为很多人 不单只是在内地吃完 还在内地带很多过境 回到香港 再在香港 参加五十多六十只 这样 好像不用钱 一般来说 过往我自己的记忆 因为我自己虽然就 不是多喜欢吃蟹的人 但是我家人都喜欢吃蟹的 但是每次吃大习蟹 我记忆之中 都是一种高消费的活动 但是现在内地的市场 和那个供应 都非常充足 导致吃大习蟹是一种 悠闲车 不是说是奢侈品 是悠闲消费 已经变成了 大家也把握了去年 据说就是 近年来有一种漂亮的蟹 或者这么多都这么优质 又可以这么划算 就算是相当出奇 配合通关 如果不是通关 大家就不能这样吃 刚才唐昌也提到一个点 就是高消费的美食 就是过往来说 我们看到 一有大习蟹的季节 就会有很多 pop up的店铺 本来买汽水的季 都放在蟹里面 我觉得很噁心 那个冰桂本来是冲汽水的 你只要冲一只只大习蟹 我觉得很奇怪 当然 你买得贵的话 你的利钱和赚的 margin 就会大很多 你想想 如果这样计算 上年的老三羊 可能不要说蟹 可能醋 你都不在这里买 在内地买蟹是送醋的 是用那些胶袋 包一包一包 那你就不用额外买一瓶醋 很棒 一包一包拿回来 香港会不会打爆了 会流到一身都是醋的 你不小心就会打爆了 那不会 密封的 一包一包会醋的 都可以的 可能你买得来的话 你就不会叫 这些大习蟹 你买完大习蟹 你不会说不行 吃蟹一定要配老三羊的切醋 然后再去那里买 不会吧 不是没有这些人 可能你去到周润发 李克勤 那些人 那些人 都会比较好 要这样去买来吃 那些 那些 知道他们吃大习蟹吗 吃大习蟹 那我们平时吃完的身体 那些脚 不断捉下去就算了 对吗 他们就把脚吃剩 接着就叫工人姐姐 就给我逐个脚拆肉 拆完肉之后 第二天就用来做大习蟹 不是煎蛋 就做那些类似 就是蟹肉衣面的那些 哦 这样啊 哇 真是吃蛋 对 是这样吃的 对不对 这些是什么 就是聪明 我最聪明 就是这样吃 真是串 明星或者有钱人 这些没所谓 没所谓 我们看到这件事 你说这些老派的店铺 是不是在香港生存不了呢 可不可以叫做再交给家人做 就算家人不做 会不会有些伙计 会愿意去接棒老三洋呢 又不见有 为什么呢 接不到啦 你看那间店铺 真的跟四十年前一模一样的 你进到去就好像 嘎嘎嘎嘎嘎 很阴沉的感觉 唯一就是进去 就是要买蟹 买人的蟹就 你平时也不会去的 或者 和他拿几只种 口痕的时候 对吧 我想做开的 都是做开些上海人的生意 一般广东人 都是狗不狗 才是吃一次上海东西的 我想上海人 是较多一些的 都是帮助他们多啦 再加上 内地的经营模式 又光鲜企理 是不是呢 你走又走得舒服 选择慢慢选 你去到那些什么 马先生那些 选择海鲜 不知道多过瘾 多好选择 你比在香港街市 濕的滴滴滴滴 我妈那边 就是上海人 所以我从小到大 都有吃上海东西 也很惯吃 上海口味的东西 他们也有 也有去光顾老三岳 不过 随着时代的变迁 所以食客 就是说 时代的结业 就是这样的意思 现在你想想 北上这么容易 你只是去到万丈城那边 挺开心的 吃到你不吃 你说在老三洋 可能买上海的种子 你又要去到老三洋 买到回家 又要自己热热吃 吃完又要洗碟 当然是好吃的 也要说清楚 真的有上海那种传统风味 但是你现在北上这么容易 你就顺便在食店里 靓靓靓的坐得舒服 吃完那些粽子 又有酒釀丸子 又有其他小笼包 或怎样 一次过吃完 还要老三洋 热热热 撐着那些粽子 那些什么醬 还要慢慢煮给你 这个臭小笼 吃 我不煮了 还去老三洋 自己去内地吃 吃完 买了 买几只大杂蟹 你还可以 绝对没有问题 还要这样买 我明白 是很可惜 真是一个老赵 虽然你说他说 和几十年前不变 真是很有回忆的味道 有回忆 真的有的 你回想起 有历史味 有历史味 有一股锤 跟着家人去 很多的记忆都回来了 有些东西 可能你小时候就不吃 哇 这是什么菜 这样的味道 吃吧 臭小子 叫你吃 在咬你 也是 现在你会发觉 哎呀 糟了 没有了老三洋 可能某一种菜 会不会很难买 我不记得名字 叫什么 好像一饼 那些白菜 小时候不好吃 平时白菜一棵棵 有些好像整个饼 吃了薄薄 是不是菜肝 又不是菜肝 又不是菜肝 我突然忘了叫什么名字 我只吃了吃得多 名字 忘了叫什么 是 孤陋寡闻 你是不是正小子 你去了这么多年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你是不是小子 不要緊 直接罵 我試過幫忙買 我有買過的 但不知道什麼名字 回到最後會不會再去那裡拍照 當然會 凡是有老婆要倒閉 肯定會去打卡 順便掃貨 反正最後一次就算了 便掃貨 有些人說老店是一種懷舊和象徵香港精神 為何連一間老三羊都容納不了 可能是蟹對它來說是一個警號和重創 如果你想想 遇到這樣的 連我們每年一度的王牌 賣大閘牌都不買 做不到 怎麼做呢? 如果比作為第二代掌陀人 我的心也會緊緊 緊緊的 不過這些老店也是這樣的 一成不變 可能是因為這種 保留著傳統 但其實就導致自己 缺乏彈性 不懂得變通 還有 應對市場的變化 市場是不停地變的 所有生意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應對不到市場的變化 你很自然就會被淘汰 這是現實來的 亦都無可避免的 所以我認為有時做經營一盤生意 你無時無刻都要思考 怎樣可以適應新的市場變化 還有你要考慮你能不能夠適應到 接下來的變化 還有怎樣變化 這些都是很考慮一些 經營一盤生意的人 他們的思路 又或者他們的經營方式 所以有時傳統還傳統 但是傳統得來 如果你又不變的話 就會變成集體回憶 是嗎 有沒有什麼生存空間可以給他們 但真的很難 我舉個例子 大家有沒有吃過四起烤夫 上海的道菜式 有 我喜歡吃 其實在老三洋可以買到 烤夫的麵包 撕開一塊塊 你叫我做 不是不行 很麻煩 我也做過 做出來又不好吃 又味道是很難吃的 但你說你這麼肯定 你就自己頂太豐吃吧 我又有衰格 又嫌它貴 那些麵團賣得這麼貴 又不捨得 所以時代 在Costco被我遇上 原來它有急凍的版本 很棒 一瓶就有三瓶 現在是兩瓶還是三瓶 好像三瓶的版本 我買了一隻 是冰了的 你吃剩的就放在冰箱 其實不是很大瓶的 大吃的話 你一餐吃得完 小吃的話 就分兩餐吃 都吃得完 那你煮完出來 其實挺好吃的 那我還需要去老三瓶 慢慢買那些材料回來自己煮呢 它是冰鮮的 就不用另外再倒出來煮 已經調好味道 只可以調好味道 那這樣就非常方便 沒錯 這樣的話 你就敵不過這個時代 有時你說那些什麼 金華火腿片 還有這個年代 我想有多少人 真的懂得煮麥戰金華火腿 或者煮炭炭龍鳳 有些煮得好像蜜糖的味道 甜甜的 有些這樣的做法 這叫做很考功夫 又不是那麼多人會做 難道叫工人姐姐做嗎 浪費時間 工人也不可能會做 你自己也不懂做 你怎樣教工人做 難道叫工人看YouTube嗎 他不懂 然後看完就不行 加上通關的話 那我回內地吃算了 還要買一塊金華火腿 這麼大塊回來吃剩又不知怎樣 放在雪櫃 不是怎樣 平時煮湯切粒 丟兩粒 都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 以前我小時候看到我婆婆 她也是會光顧老三洋 這些地方的人 就算住得近 相關的地方 我經常看到她的騎樓 會吊一隻金華火腿 我是覺得很可怕的 因為要經過 我就不覺得是香了 只是覺得一股有益味而已 總之每逢去騎樓 然後再穿過廁所的時候 就要避開那條火腿 躲低蹲低避開 我就很害怕金華火腿 有沒有看到烏鷹生氣 烏鷹就沒有 我不知道放在那裡做些什麼 但旁邊又在曬衣服 哎呀 我自己很怕 衣服就有火腿味 有油液味 不知道又怎樣 就是很多的 不過她不是完全沒有同時代 脈搏跟上的 看到這個老三養 那些種類似真空包裝的袋子 吸走空氣才扔下去 不過怎樣也好 都是跟內地的競爭 我猜也會有關係 因為我看到家人 其他身邊的朋友也是 寧願回去吃好過 都不至於煮了 方便快捷 有企業 吃完還可以打包一底 然後下回香港 真的下雪櫃 挺方便的 那些什麼酒釀丸子 會有人買一瓶回去自己煮 但是也是那句 上去吃更方便更快 方便 不用煮 希望他們的第二代可以 休息一下 好好地休息一下 正如他所說 對得住他父親 今生無悔 這句話挺難說得出口 都是千斤重的 你要對得住自己 無悔今生 再對得住自己父親 所以他敢跟媒體說出來 我猜他真的完全做到 我們也要感謝過往的努力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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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